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士去医院取下节育环却丢失了性命 上环是一种当代最方便省事的一个避允方式 虽然方便但是对女性的身体有着不可逆转的伤害 一女子来到医院准备取下放在身体内十来年的环 但是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术 居然让自己在手术台上再也下不来 2019年11月张女士去妇幼保监验取环 却在手术过程中出现腹痛呕痛 第二天大医院检查出取环操作不当 出现节育环因为导致子宫穿口 甚至小肠穿口就在检查过程中 女子情况突然变得更加严重 在做检查过程中突然生命垂危 挺到这一情况的医生 从各个地方赶来争分夺秒的抢救 也没有将女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女子才三十几岁 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 就因为取环丧命在了手术室里 留给再世亲人的是多大的噩耗 好好的一个家庭也崩溃 上环的疼痛只有女同志才能理解 取个环基本都是九死一生 女性都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 你们取完环都是什么样的感觉